作為時尚寵兒的 Blackpink 四位成員 一直以來都有各自跟固定的品牌合作 日前的巴黎時裝週成員們也都不約而同 被各品牌受邀 從9月底開始 激素Rowzai Jenny就分別飛往巴黎 現身第二YSL Chanel的秀場 而才剛結束Solo活動的Lisa 也在本月3日飛往法國會合 然而和Lisa合作的Celine今年時裝週沒有秀 直到時裝週落幕她都未出現 但粉絲都很好奇Lisa到底去哪了 根據了解她代言的珠寶品牌 最近在義大利米蘭也有企劃活動 包括Lisa在內全球只有4個人被選上參加 然而5月寶格力的CEO卻在社群上發文透露 我們的品牌大使Lisa雖然在歐洲 但由於疫情的緣故 她的經濟公司不希望她參加活動或表演 表明是YG娛樂拒絕了出席 這番話可是讓粉絲都炸了鍋 畢竟明明同樣都是出國 其他三位成員各個盛裝出席品牌活動 Lisa卻毫無消息 還推掉了這麼重要的活動 粉絲直批這根本就是差別待遇 明顯是在打壓力撒